欢迎收看慢跌财经新闻 我是谢凯莉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家 已经成立有超过22年的工业电脑大厂 瑞传科技 瑞传在民国82年是开发了第一部 兼具有语音还有传真功能的数据机 然后随着网路的兴起 基于这市场上面的需求变化 瑞传就把公司产品的定位 从用户端转向为企业端 开始全力开拓工业电脑的研发和销售 不仅如此 这瑞传还是一家适时的懂得分割事业部门 以及对于这产业的合纵连横都并不陌生 包括在目前的IPC股王华汉 就是当时瑞传的转投资公司 那在近期瑞传是找来一位 在这资本市场经历非常丰富的董事长罗旭华 我们特别请到这资深的记者陈其如 访问到这一位才刚上任一年的董事长 那这一位董事长是从资本市场起家 并购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这也是他首度接受电子媒体的专访 我们先请其如来接受他的个人经历其如 好的凯丽 瑞传经营层会因此事的变化而做出变动 罗旭华已经到了瑞传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是瑞传科技现任董事长 技职新长 同时也是瑞金工机器人服务公司的董事长 罗旭华学历在业界很好 他两度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学系 制造研究所的博士班入学许可 也获得了剑桥大学罗宾森学院 以KLA学院的成员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机遇来说其实就是 PC的成长或手机的成长 大概就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我们都从各样的数据上可以看得到 那我认为IPC的机遇会非常好 那如果选择的话就是 蛮有趣的 就是我个人本来是要去剑桥大学念第二个博士 而且是工程系制造研究所 我第一个博士是在台湾拿的 所以既然有产业界的先进邀请 那我就觉得来参与这个盛会也是不错的 卢旭娃放下了去剑桥念博士的机会 转到产业界 他说他在瑞传的模式呢 找到了破坏式创新 延续式创新的自己的方法 那这个Arena的竞技场的方法呢 是瑞传持续找一页结盟的原因之一 Arena竞技场是一本书 《顺时竞争策略》中 作者Rita提到的六个核心概念 包括了第一个 持续改造 第二个良性割舍 第三灵活的资源配置 第四持续的创新 五心领导策略 六发挥个人的技能 罗旭华说 这本书所谋述的 跟瑞传的严格与规划不谋而合 这公司非常的特别 第一个它是 我可以分两点来看 第一个它是一个洞悉趋势 甚至于是引领趋势的公司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我认为 我所知道的vertical markets 垂直市场的这个理解 跟策略看法 是瑞传最先提出来的 那第二个就是Arena 我想如果 挤入您知道的话 就是Arena这个概念 最近这个 所谓的顺时竞争策略 这个概念 Arena这个想法 这个趋势看法 也是瑞传很早以前就提出来 应该是20年前 可能创业初期 20几年前就提出来 那就技术上面来讲 我并不是一个工程师出身 那我就我所了解的技术上面 各个领域其实都已经cover到了 所以我们瑞传是可以 从我们一个概念 叫做Concept in Solution out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咨询 产品的这个设计 把产品做出来 乃至于帮人家代工制造 甚至于是配销 这五大的服务 我们其实都能掌握 所以它是一个 我所看见的瑞传是一个 洞悉趋势的公司 同时引领趋势的公司 技术非常深耕 非常到位 现在的瑞传 是一个在我刚刚所提到的Arena里面 不停地在找寻新的 可以深耕的垂直市场的瑞传 那有一个概念 我在EMBA教书常提到 就是所谓的这个产业界限的模糊化 所以我希望的瑞传 是一个能够不断地跟上市场的趋势 我刚刚一开始就跟您提到 已经确定这个世代 已经是后PC的世代 后PC的世代是被谁disrupt掉 我们讲破坏性创新的话 是被手机 手机disrupt了 后PC 那手机的发展趋势 其实也已经迟缓 出货也已经迟缓 可是IPC正不明 因为IPC能够更深化在 每一个vertical market 精致人类生活 我觉得如果说技术方面带给优势的话 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vertical markets 例如我们现在有即将完整成立的话 就有六个子公司 从军工车的公司 The Vertical 军事 工控 跟车载 从Gaming Lottery 的公司 我们叫做瑞丰财富 然后从RICH 我们自己定义RICH 这六个公司都会陆续成立 目前已经成立了四家 所以我觉得 这些技术使得我们在不同的垂直市场 有着深耕的潜力 而且不断的往下发展 那瑞传这整并的脚步 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除了在过去有转投资过 化汉 在去年底又进一步把旗下的网通小经纪 瑞奇店以及和化汉来做整并 日前这瑞传又取得在新贵挂牌的 群灯科技的股权 也成为这群灯第一大的法人股东 深化在网通产业的布局 而公司在未来转弯方面 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喊出了 这个RICH的策略 那这RICH就是分别是Robot 以及IoT和Clean Energy 以及Healthcare的缩写 分别就是机器人物联网 以及洁净能源 也是Robotics也是IoT 也是清洁能源也是Healthcare 如果我们看我们台湾的新政府 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看智慧机械 如果是亚洲矽谷就是I 智慧机械就是R 那C的话绿能科技 也是我们台湾要发展的 然后生技医疗 那我们要国建国造嘛 所以我们也有mewell军工车公司 所以RICH对瑞传来说 我再一次验证 印证就是我们是一个 洞悉趋势 看见趋势的公司 那我们其实在R的部分 我们发展机器人 那我们发展机器人呢 我们要特别跟这个 您还有跟这个媒体 这个前面的朋友报告 我们其实做的是robot service 我们不做robot本身 这待会我们可能再深化 那IoT呢 我们也希望借助 目前已经有很多 尊敬的大厂 他们要发展这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其实很大 很空泛 那到底要从哪部分切入呢 C呢 清洁能源清洁科技 我们也是要找到 你看连Google也要发展 Amazon也要发展 它已经是很大的云端公司 最大的云端公司 所以我们要切入我们的Niche 那Healthcare 我们可能更在意的 可能是发病前 然后的预访 所以我们所有的 跟这个医疗院所的服务等等 可能会集中在这个部分 那另外在发病时 能够尽量节省 这个治疗的期间 乃至于这个Healthcare 我们的care 照护的部分 所以我们分三个阶段 这是我们ICH的一个 初步的很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一个robot service 是去整合 或者让这个市场里面 找到我们会出奇 可能会从我们瑞传这边自己开始 找到它最好的应用 我们去用英文讲 叫reconfiguring 我第一个博士论文 你们用到这个字 叫reconfiguring 可以说再重组这个市场 而不是去create 新的机器人的本体 或者create 不管是服务型的 或是工业型的 去把这个目前 已经有的一些尊敬的业者了 把他们的实力整合起来 提供给顾客 做很好的robot service服务 而这个服务呢 它可以降低 它的人工成本 它可以提供它某些工赞 模组化的工赞里面 某些效率 达成它某些经营上的目的 这个是我们提出 机器人服务的重要概念 我举例子 就以我们这个产业来说 我们算是PCBA 那如果PCBA 你去查经济部的资料的话 PCBA台湾1.5亿以上 资本额的PCBA厂 我上一次查的资料 是1670架 那你不要说1.5亿以下的优 那你在想 这些PCBA厂 他们的自动化程度高 再不管自动化程度 他们用机器人的比率高 非常的低 为什么 是不是现有的 机器人本体的制造商 所制造出来的Robotics 跟SI系统整合商 又跟零部件厂商之间的 配合有些问题呢 这就是市场的商劲 我觉得IoT一定要进入 我们的食音住行娱乐 进入我们的生活 所以有些大厂的 尊敬的大厂的 他们可能的诚意很高 或者愿景很理想 但是瑞传我们要进入 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能在 这个智慧家庭 乃至于我们在智慧医院 我们已经有一些琢磨 我们有一些策略 伙伴在进行 那你讲到智慧家庭 跟智慧医院 又是很大的题目 我们做产业 题目不能太大 不能太空泛 那我们如果再聚焦的话 也就是 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方面 我们会整合 我们现有的核心能力 加上软刃硬体 使得 甚至于 如果您知道的话 就是说 我们目前有不同的 这个通讯协定 有七八种不同的通讯协定 这些通讯协定 不见得 完全适用在 目前一些大厂上面 所发展的智慧家庭 或智慧医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 最利基型的看法 例如 现在大厂可能用的是ZB 那我们可能认为 Laura可能会是 最能够在某些领域 是客厅 或是厨房 能够再进入生活的 能够让物物相连 能够最为便利的 例如如果在10的部分 我们其实发表了一个 我们其实已经 挺成功的了 但是我还没有 正式对外发表 我们也还在跟一些 策略伙伴 继续的在努力 我们有一个叫 Post Key 的一个软体 它是一个软体 可是它其实 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Post的功能 就是不太 Post的功能减低了 因为Post Key 不只是帮你 做结账的动作而已 甚至于可以帮一个业主 像您做一个业主 你是不是要看报表了 你是不是要整理 整个月的 每一天的报表 每周的报表 每季的报表 甚至于 你的客户的消费倾向 甚至于 我们未来要提供什么餐饮 所以这是10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瑞传的IoT 要跟我们的生活 密切结合 你在create新的电力 其实也是去伤害地球 我们认为 如何节省才是重点 所以清洁 可能很重要的概念 在于如何节省 不要过度的消耗 因此我们可能在 智慧电表 智慧电网 甚至于跟刚才的 智慧家庭有些结合 乃至于刚才提到 智慧医院有些结合 我们在智慧电表 智慧电网方面 希望有一些琢磨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 智慧电表 跟智慧电网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云端 因为你知道很大的 耗电 其实是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device上面 每一个人桌上 每一个人家里 每一个人的工作环境里面 所以如果可以在云端 在server上面 做很好的应用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的耗电的方向 能够导向云 而云比较不耗电的话 那这个也会是 我们可能研发的方向 所以目前已经 有一些概念 我们在 跟一家中部的医院 在合作 那我们其实就是建立 一个完整的智慧医院 那当然智慧医院 分成很多部分 甚至于可能从病人开始 挂号开始 然后病人住院开始 然后病人如何享受 或者是忍受 医疗方面的行为 有些医疗行为 并不是那么的舒适 那我们可能分这三段 各自有不同的solution 我们这三段 可能会involve到 医疗的设备 检验的设备 生化的技术 乃至于耗材 我再说一次 如果讲到设备的话呢 我们是IPC厂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跟人策略结盟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 国内的几个大厂 那我不太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说 那已经在进行一些结盟 而这些大厂 在它原来的产业里面 也一定面临了相对的问题 然后我们结合起来 一方面可以服务医院 一方面可以让这些大厂的问题 也得以解决 很多大厂目前 是跨产业的 不是IPC的 他们其实面临了困境 其实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 因为台湾是个代工王国 很早以前开始 所以一旦scaling up之后 你如果没有接到更好的订单 各样的订单 就算你接到订单价格不好 其实都是这些大厂的问题 所以这些大厂希望能够发表的是 更多样的 甚至于是更高值的应用 所以我们会跟这样的大厂来合作 乃至于出院 出院之后的 输后的这个小英政府所提出来的 这个长造政策 长造的领域里面的相关的仪器 设备 耗材等等 这个是我们可以发展 但是我们作为IPC厂商 我们一定要跟一些 这个优质的大厂来进行这样的合作 金骏与瑞传的结盟 不是来自于同业的压力 而是市场对于机械手备系统 整合的需求 此次专访的罗旭华 就是金骏科技业务的重要推手 现任金骏的总经理 瑞传的挑战 并不是IPC同业在机器人的进展 而是瑞传自己如何深化它 在垂直应用市场 扩大在机器人垂直市场的触角 至于金骏的挑战 则是来自于大陆 在线性传动元件的竞争 金骏所要追求的就是差异化 金骏的强项在于传动元件 那当然对于机器人是有帮助的 对于自动化是有帮助的 这方面是可以整合的 对于robot service可以协助的 那至于金骏跟瑞传 同时面对市场上的强力的竞争 或者说不至于来自于同业 不是来自于同业 乃是来自于市场 因为市场做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机械业跟电子业之间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金骏 瑞传也还可以跟一些 其他很优质的机械大厂 也可以有一些合作 但我觉得金骏因为强项在于 线性传动元件 而且是台湾如果从RD开始看的话 是第一个做出线性传动元件的厂商 比现在的这个大厂还要早 如果我们看金骏的RD的前身的话 所以它具备这方面的核心能力 未来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合作的 那机械产业也是 传动元件也是 over supply很明显 但是IPC不容易 IPC非常不容易 所以IPC我们在深入每一个Domain的时候 每一个Vertical的时候 IPC厂商台湾上市的可能您比我清楚 可能就234家 Fan IPC 你看已经有发展到专门做POSE的 做得很好的 然后专门做Gaming的 做得很好的 所以它的领域 从它的Vertical可以衍生出来 那你知道人类需要机器人的 我们就展工业就好 先不要讲服务 对 这个Domain有太多了 有上百种 乃至于细化成几百种的 可能的Industry 那这Domain在深化的时候 这一些做机器人本体的厂商 我刚刚提到机器人生态系 机器人本体 有SI系统整合商 有零部件厂商 他们就可以同时往 这个Domain里面去发展 大家都觉得说 如果机器人产业 我们可以 瑞传可以开始 我们叫瑞金科 瑞金科这家公司 瑞传跟金俊合作的瑞金科公司 如果可以开始 做这样的工作的话 那其实也很欢迎很多的公司进来 能够看看说 那你服务的如果是一个化工的Domain 那我没有这个Domain 我只有PCBADomain 对不对 瑞传是IPC厂 PCBADomain 纺组的Domain 食品的Domain 对不对 那人类的产业 因着IPC跟机器人的结合 那可能是更加的蓬勃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们可以 IPC可以跟机器人 也许有这么多方面的合作 我们目前也要形成一个生态系 也要希望形成一个叫做ARA 叫做Advanced Robotics Association 一个先进的机器人联盟 这个联盟本身 我觉得它甚至于是有点工艺性质 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 如果是您当一个老板 任何工厂老板 我们给您一个智慧化的决策系统 跟您报告说 您要怎么样来使用 怎么样的机器人 能够最能够达成 你原来使用机器人 以达成自动化的目的 发展共同的Robot Language 这个也是我们瑞传 跟金骏合作 瑞金科这家机器人服务公司 希望做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 智慧角色系统 协助老板使用机器人 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的UI界面 我们希望能够有共同的Robot Language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产业之福 我很重要的工作 其实经常拜会这些 优质的台湾的厂商 希望能够跟他们在 刚才提到这些 有一些观念上的汇集 有些想法上的雷同 进而我们可以 有些事业上的共同发展 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所以都有很多 有些甚至于是跟客户 甚至于是跟客户 因为客户 已经深深了解 我们的服务的能力 所以就希望能够跟我们参与 那瑞传在新的董事长 上任代理之下 今年的1到5月份 各个市场都出现了正成长 累计前5个月的合并营收 年增幅度大约有百分之五 其中在美国的累计年增率 有百分之七 日本是百分之四 而欧洲有百分之十 在博弈订单方面 旗下的瑞丰财富 也获得了意大利的博弈标案 那新产品呢 这瑞传也有在这个健康医疗 以及这捷径能源 手上的新案子 持续的开展当中 法人就预估说呢 明年2017年 以及后年的业绩 将会逐步的反映出来 那以上是今天的 Mindia 残疑新闻 感谢您今天收看 Mindia 残疑新闻